由紙曰:「理之用,何為貴?先王之道,思為美,小待由之,有所不形。 知何何而不以理節之,亦不可行也。」 由紙曰:「自由主義化的儒家。」 《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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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義化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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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化的儒家》 《社會主義化的儒家》 《自由主義化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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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代國界成》 《無法充分體驗》 《表現出平民的儒家》 《勞動大眾的需求》 《自由主義化的儒家》 《自由主義、jaun 政治、經濟上,都是崇尚自由的 十一章 三點我改曰復之道 親子之間的情感 自然如此 其道皆家事也 不過 古人的家 和政治的關係 尤其是世代夫家 和政治分不開 政治上的作為而言 不太容易分分開 不過大底而言 首先是家事 無改於復之道 那這就常態的親子而言 心情 是如此 人與人之間的一個理 一個自然的一個結果 這樣人會不自由呢? 其實不必然 這是我心裡的一個自然的選擇 聽懂意思嗎? 所以 禮之用 何為貴 先王之道 何為貴 禮之用 何為貴 先王之道 思維美 何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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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間 何為貴 何為貴 情感而不加節制 何為貴 何為貴 理智用和違貴 先王之道,思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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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以他都做不到 而且沒有真正的理 就是理外悅風 大家也批評 因此,這反過來玄成一變 中國政治的理想 就是你的政教 要能夠達到真正的和 其實是千難萬難 我們今天也達不到 中國大陸更達不到 本來希望可以達得到 所以李是用和違貴 是個非常高的標準 先王之道,思惟美 先王能夠做得到 小大由之 各種的事情 無論大事小事,皆由之 因為這樣,所以也能夠和 由所不息 子和而合不一理 皆知,亦不可行也 之何而合不一理 仲偕之,亦不可行也 我們專一用和,而無理 為之皆知 亦不可行 情感很好 有禮,而不禮,為之結,亦不可行。 至何和歸禮,結之亦不可行也。 禮之用,何為貴? 先王之道,思為美,小大由之。 何為貴? 而不一禮,結之亦不可行也。 言外見,有禮,無禮,之不可行。 言外見,有禮,無禮,之不可行。 所以,禮之用,當然要以何為貴? 如果有禮,無禮,之不可行也。 有禮,而亦不可行也。 至何、而無禮,也不行也。 因此,由禮而無禮,可行也。 李直用,何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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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彼合 互相的愛護,互相的尊重 俊藏 孔雲 李之用何為歸?先王之道,死為女 治理作業 以這個為目的 儒家的基本的態度精神 儒家的基本的態度精神 就一個整體的福祉 整體的安頓做考慮 所以講禮樂 禮樂就從一個整體而言 也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得安頓 否則就不合 我照顧到 你別說 你即使照顧到大多數人 有少數人 你以大多數人為主 少數人沒有關係 不行啊 會鬧的 一個家也是一樣 所以做大家長得很困 大家平有一個別人 小小小 阿艾蒂 今年有九十多歲 從大家平經驗出來的 大家平 大家平 要怎樣 大家平 家長 家長 非常公平 家長不公平 家長不公平 就不幸 家長不公平 有好的一面 隔西 他就有一個公平 對每一個人都要公平的對待 否則就會不和 就會吵 這不是一個法的問題 你必須考慮到每一個人的狀況處境 給他一個公平的對待 才比較能夠和 理之用 和為貴 這種重視到集體福祉的 集體安頓的 這個是儒家的基本精神 集體福祉的照顧 集體的安全 集體的護保 集體的營身 集體的護保 集體的互相幫助的營身 在古代來講 這是他的緣起 這是他成功的原因 要不是這樣 經過這麼幾千年的 各式各樣的考驗跟動盪 早不醒 今集體幹 我們今天 都靠著國家社會安頓 國家社會也不安頓 這個小家庭 是非常容易崩潰的 個人也會產生大量的問題 古代 esper 一種,很容易變成一種互保護、互助的組織 甚至於會有幾個大的家族待攘 做地方上的這種防衛措 還有團戀 還有建立其保衛措 歷代一戰亂主 自由主義 以禮樂精神為基本的,重視集體福祉的仁家,與個人的自由有不可解的衝突? 因為,真正來講,一個好的禮樂,是要照顧到每一個人,是要考慮到每一個人。 當然,總有很特殊的例外,不過就是說,在盡可能地要照顧到當時的情況底下的每一個人的狀態。 在這個意義底下,我們一方面讓每一個人有自由,但另一方面又教每一個人要重視體系的自由。 有什麼必然的衝突的道理? 除非你死守教條 ceased可言 無敵 君為成岡、負laws池岡、負 trick 董重書 相焊於秦翰的王康 軍衛成鋼、復衛子鋼、復衛七鋼 三綱 一個復衛子鋼 復衛方, absolutely 有權力 讀卡 kin 鋼圍不正 三剛之說不見於倫語 這一定是非無理嗎 那能行嗎 諸位 到西方國家 他們有理得很 他們有理得很 去她的國會 我們國會打成這樣沈母結舌 比我們有理 他有他的理 他的社會 再自由也不能無理 自由主義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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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主義 困在 人 寧 死 人類的個體也出發 猴群 廢廢群 猩猩群 古生物 古人類學 都是成群 古人類 亞馬遜 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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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 多層 亦下 留在人類 上 主題 小野精靈 人類歷史上有幾個例子 被狼人 被狼養大 後來就發現那樣子的人 他永遠沒有辦法 融入人類所得 他會有 高度的恐懼不安跟不適應症 怎麼樣交都沒有用 有那麼幾個很特殊的例子 就是被動物養大 不行了 到人類是絕對沒有辦法 人 真正的野人 定義 不被人養大 偶然被其他的生物養大 才是真正的野人 人性到底核心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認為 野人是沒有文化的 他有他的部落 他有他的團 他也不真正的野人 其實那種野物團 亞馬遜叢林裡的那種團 他們之間 還是一種很人性的對待 對於他避止的親處 對於他的親愛 這就是人性 人間有佛性 萬物之間 眾生皆有佛性 心感交流 不過那是進一步說的 所以講到底 人的存在 從來是以團體性的存在 從來離不開他的家庭 離不開他的社群 而存在 所以就是 自由主義化的儒家 自由主義化的儒家 而不是儒家化的自由主義 人的終極存在 是不能單獨 先把一個一個人孤立出來考量 這樣孤立考量的人 人,事實上是無從去定義,或者說明他的生命的意義,或者任何的規範 如果是一個真正徹底孤立而獨立的個人,請問我應當守什麼?或我應當遵循什麼? 談不上 我愛怎麼搞怎麼搞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 今天最大的危機 自由主義 沒有辦法 確立他自己人生的 道德 尤其核心的道德規範 他只有一種 所謂 如果我願意參與這個社群的時候,我遵守遊戲規則 今天都變成遊戲規則 我進入這個社群 我承擔我的 義務 享有我的權利 因為這是一個fair game 或者一個fair play 這是公平的 我作為一個citizen 我付出多少 得到多少 可請注意 這要是沒有辦法確立人生的價值跟意義 跟他核心的道德 這只是在一種跟公眾的一種交換而已 權利物的交換 所以 生命的核心意義 無從由自由主義定義 自由主義化的儒家 儒家 儒家 從一開始 重視到 集體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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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成 理之用 而為貴 藉人 爲家 驊家 尷家 集體的福祉 集體的和諧 的 季神 民生 意義的 價值元 既然如此 自由主義化 政治、社會、經濟的狀態、生產方式的變化 人與人之間的規範,會規範得很細密 老人要優先、小的要照顧、男的女的該如何、如何如何 親屬遠近、愧問、照顧 他就是一個細密的規定 因為他的整個生存團體是福祉 大士族,至少是大家族 今天不是了 也不可能回去了 因此屬於這一種細節性的規則 不能再這麼做 只能守的是他根本的原理原則 而實際的運作 事實上是今天的生產方式是自由化的 他必須用一種 自由謀生、自由求職 自由謀生、自由求職 不是集體一群人去工作的方式 是每個人各自做他的工作 在一個龐大的社會裡頭 每個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讓這個龐大的社會裡頭 每個人的角色能夠達到最佳效率 他必須是一種自由的選擇 職業、自由的分工 聽懂意思吧 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自由的 在經濟上的必要性 從資本主義開展 從資本主義開展 然後進一步來講 現代的政治也改變了 因為當人的教育 跟這個生活水平都提高之後 每一個人的那一個 所擁有的財產 跟他覺得 需要自我保衛的那個權力也增加 所以現代的自由主義 是從中產階級 先保衛自己的資本主義 開始 在之前是宗教自由 這兩個事情 你們如果讀洛克的 自由主義的經典 美國憲法 從洛克的學說 基礎 往下去寫出來的 就是 通缺體商 是 宗教自由 有的 要為 有的 新的 生活方式 你 開始掩住了新的事物 因此 你要加以適當的保護 自由主義 古人的理智,用何為貴的 古人的理智,用何為貴的 夫為七剛 理智,用何為貴的 因時而變 因於下矣,所損矣可之也 周因於因理,所損矣可之也 其獲記周者,所以百事可之也 可雖擺事可之也 中間的核心的道理不便 仁義理智不便 五常不便 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 這個不便 指君臣改成國家跟我們而已 這個不便 這是基本的 好,有沒有問題 可是我想問一下,理跟法律 差在裡面 就嚴格來說,其都是一種 人對人之間的規範,只是一個規範 可能是比較多人之間的 然後理可能是人比較少之間的 所以特殊的 角色之間的規範 都不一樣 在西方來講 法治的源頭 是一種 超選人的一種 政治社會組織 造成的 在西方來講 法治的源頭 是一種 超選人的一種 政治社會組織 造成的 在西方來講 很重要一點 西方認為 國家必須是超選人的 因為他們以前以西方經營為主 他是一個以地域的關係 這裡頭的人 接受了一個共同的權威 用法律來制定所有的規範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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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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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的一種 協議 然後推帶出一個領袖 這個領袖 這個領袖跟這個 最有利的戰士之間 互相大家建立一種協議 軍軍臣臣 夫婦之子 每個人每個人的位份 是一種協議 由民而產生的教 父親要像父親 兒子要像兒子 兄是如何 弟是如何 然後 這一個 所有的親戚朋友的 這個關係 每一個在適當 他把整個 按照中法上 大家清除關係 把他清除定好 讓彼此全都完美 停下來 這樣都是很不一樣 可是老實 我意思說 他們都是為了全體的福祉 而奮鬥的 不是嗎 只是一個 可能是為了 沒有血緣關係 一個是為了 另外一個家 這一點 這一點 都有知 沒有錯 但是 不同 你繼續問吧 你說都是為了基地福祉 然後呢 沒有 就是我小時候 我分不清 我只是差一點點 所以就不太有理由 因為我就想說 這個只是 有點像是 人跟人之間的一個規則 有點像是 你紅綠 紅綠燈是紅色走 綠燈形 有之 然後 只是你要符合人性而已 你越符合人性 就會越走得更久 這一套 我跟妳講 人性 有很大的可塑 可塑性 跟變化性 為了 人 在歷史上發展出很多不同的社會 多樣的古代文明與人生 西亞羅馬 西亞羅馬 西亞奉司 主持機率 不將保護措施 宗族 女生 第二性 依附 女生 獨立奮戰 依賴任何人 北歐那些女總女 撞個要命 依靠任何人 像北極兄一樣 越北越靠近戰 就她的基本精神 凡事都有得有事 作單一來講 坦白說西方人強 楊剛 近代把中國人打發在地 跟這個組織有密切的關係 但缺點上來講 這個東西 當他組織一大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去 維繫人的核心的價值 跟道理 他只有一種公民義務的道理 聽懂嗎 聽懂 歸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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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後 三戰後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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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人的關係 人生的意義價值 也不從親人來 永恆的靈魂 就近的歸宿 才是關鍵 有兩類主要的歸宿 一種 上天堂或下地獄 《基督教回教》 《再不入輪迴》 《再不入輪迴》 連神事都沒有 照佛家講 靈魂是個存在的 無名望見的結果 佛的法身遍布宇宙 無靈魂 大人 永恆 永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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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極歸屬 是為了宗教自由 尊救我靈魂的究竟歸屬 所以不惜一切 達恩第四我活 信基督教 信基督教 幹嘛要吵啊 殺真 把人家整個正的人 整個村人全部殺光 都信基督 都信基督 是靈魂的究竟歸屬 是靈魂的究竟歸屬 是差不同的教派 講法不一樣 睡覺都睡不著 你要去讀那段時候 他們講的 每天都是思考 連君王每天都在思考 到底是不來 不得了 人家的自由主義 背後有這麼一個基督教的源頭 不要隨人家亂講 東四孝平 搞不清楚人家的這個源起 搞不清楚人家的這個源起 一直在我們來講 只能講自由主義化的儒家 否則到最後就是天要大亂 還不是儒家化的自由主義 聽清楚了嗎 是以儒家基督教 我們要讓他自由一些 讓每個人能夠多解放一些 讓每個人能夠多解放一些 不要把他都綁得太死 這樣你會很難過 很痛苦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還是要以武常為本 要重視親人朋友的關係 要重視和諧 要重視情人 在新時代 在新時代 才能夠 記新時代的儒 還要有儒 這個時候才能達到何為貴 我們新時代如果要達到何為貴的話 必須 要自由化 但他還是有價 根本也很有價 只是因為整個社會 政治經濟的結構 跟運作的方式 便要配合今天的 新時代政治經濟成為 而不廢棄基本的原理 老師 問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 以儒之又何為貴 那希望大家都 那如果有人不和呢 以儒的話有制裁的人可以嗎 剛才 法的話是有制裁的人可以嗎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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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釋采律明 署躲 你能不能進來 第一七八六事 起自以君子 有法 但是理是前提 他必須是如此 儒家建成如此 我們現在不明白 我們現在總說法治、法治 法治都偉大 如果只有法治的話 人是沒有辦法維繫他核心的倫理跟道德 法治只是一個社會共同的一個規定 那我為什麼要說法 我為什麼要說法 我為什麼要說 更不要說這種大眾心理說法 For what 我一切是以我個人的福祉為考慮 那你抓不到我 是我的朋友 那我只要夠聰明 什麼法律能夠扮演到我 聰明了很多 聰明了很多 也有法律 那是比較笨的 正常說 很多我們現在的法 只能抓那種小咖的嘛 大咖都抓不到 真正那種貪腰心會大的 你不容易抓到 怎麼會沒有 那是高手高來高去 法治 貴族社會 法治 自由民主法治 法治 其父囊羊,其子正之 他父親,偷了個羊,他的兒子去正之 吳當日子者,易於事 父為之隱,子為父隱,之在其中意 卻難抓這一票,說違反法制精神,大馬 大路還未知不知音 現在有人提上儒家 有些講法,就跳出來大馬 都不實現,就不實現 其父囊羊,其子正之 七父囊羊,其子正之 其父囊羊,其子正之 這我沒有學法律的同學 西方人也不會拿一等經來做證人 會不會 他可以拒絕證人 而且他可以在法庭上面 他可以說 法律人 父親一等經 法律人 一等經到幾等經? 法律人 我忘了 至少一等經 二等經 可能看情況 看什麼樣的事情 孔子講得非常合理 你叫我去證我的父親或者兒子的罪 我妻子的罪 你叫我怎麼做 古聽中外皆然 頭腦不清楚 法律人 是否適合了 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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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真不容易找 精英之為精英 精英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精英之是考驗 簡易直接 直接講到人性深處 眼生出來的東西 因實的地理都不一樣 後代很多流行人類 忠誠不識二主,烈女不識二夫 忠誠不識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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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藏不識二主 忠誠不識四主 忠誠不識三 charge 忠誠譬 倫詠不識二主 仍詠不識二主 其間倫寧 忠誠不識三 Life 從漢代到今天,有很多是因為在帝制時期的講法做法,在當時有它的道理。 第二意、第三意、衍生意的這些講法,大部分都行不通了,因為整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整個全變,所以必須回歸原始古學。 第三期儒學 第一期儒學 第一期儒學 以倫語為宗 第一期儒學 三禮 三禮 和 蝕則 境 錄